大家好 歡迎來到BanBan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DSE 2021年的M1第3條的長題目 事不宜遲 先看看題目 他就說 In an examination, there are 10 questions For each question, at the probability that Peter know how to do the question is 0.8 不如我們一邊看題目一邊畫下 我們在這裏畫下 首先Peter懂得做,同意不懂做 不如我們就這樣畫下 首先就是畫一個Tradargram出來 我經常說這些題目你畫到Tradargram就絕對優勢 0.8個機會是懂得做 我寫一個no字 當然,如果你不懂做 Peter不懂做 應該是1-0.8,即是0.2 因為一是懂做,一是不懂做 接著繼續看題目 他就說 For each question that Peter know how to do 即是如果他懂得做,how to do 即是know 他就說 The probability that he can't answer the question wrongly is 0.1 即是說他都可以有不小心 懂做都可以不小心 真是脆脹 所以其實分兩邊 最後 懂做又小心 即是答對 我給他tick他 懂做但不小心 即是答錯 我給他交叉 就是0.1題目說 所以懂做又答對的機會 就是1-0.1 即是0.9 自己聰明 好 接著繼續去 他就說 Peter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correctly for the question that he know how to do 先看 For question that Peter do not know how to do he will answer them wrongly 即是說 如果他不懂做 就一定會錯 簡單來說 如無意外 應該下面的下路就是這樣 就是 他不懂做 但答對的機會 無可能 一定答錯 所以這個位置是0 答錯的機會 算是1 一定答錯 好 那就看看題目 問甚麼 這條是第三條題目 就是A part 我們在這裏做 他就問我們 叫我們find the probability Peter get grade A 他要拿到Gray A 看看他怎樣拿Gray A 他就說Peter get grade A If he answer 8 or more questions correctly 即是說 答對8條或以上 就會拿A grade 如果我這樣想 首先我就會想 Peter答對一條的問題是多少 所以我們在這裏想 Peter 好了 就answer 一條的問題 答對 正確 即是答對一條的機會是多少 如無意外 如果你看看Tree diagram 其實就是這裏 就是他會做的話 就是0.8的機會 另外 會做也未必正確 他有不小心 會做而又答對的機會是0.9 所以這裏就是上路 就是0.8乘以0.9 你會看到Tree diagram 0.8會做 再和和就是乘 乘的概念 就是0.9的機會答對 所以其實按機 你會發現 就是0.72 其實心算都知道 按給你看 就是0.8乘0.72 OK sorry 0.8乘0.9 是0.72 OK 所以其實在這裏 你會發現 現在我們見到 就是 我退過少少 看看部機器 這個就是0.72 所以其實簡單說 如果Peter答一條 而又答錯 我呢 寫錯字 好了 稍後我才補回這個位 都未乾 OK 好了 Peter就Answer 一條的Question 如果是Warnley呢 好 就等於什麼呢 如無意外 就是剛才 是吧 答對的機會 答對一條的機會 是0.72 答錯就是1-0.72 所以其實這裏 應該就是0.28 OK 好了 那為什麼我要計這兩個 的Properity呢 原因就是我要 Get Grade A 是不是 Get Grade A 就是十條裏面 至少要答對八條或以上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想 那個Properity呢 我就會這樣想 就是Peter P Peter P Peter Get Grade 8 好了 就等於多少呢 如果你問我 我自己就會這樣想 那這裏我就會想起 一個叫做 By-Long-Milded Abortion 那不如我們在這裏 按下 給一個綠色筆 好嗎 當作一個算草吧 在我六史裏面 Chapter 9 有提及過的 就是By-Long-Milded Abortion 當和你找書吧 好了 如果我告訴你 X是跟著一個 叫做 By-Long-Milded Abortion 跟兩個分別 一個是N 一個是P 那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 那個 Properity function 就是P X 等於X 好了 就會等於NCX 那裏面就是P 就是Properity of Success 成功 X次方 再成分 1-P 然後就是N-X次方 詳細不跟你說 自己看看六史吧 當然 就是Properity的X 會是等於 0 1 2 一直去 去去去去去 去到N 而事實上 為何也未必用到 不過我都會和你找書 這個By-Long-Milded Abortion 它有一個MIL MIL就是Expected Value Ex 根據這兩個P NP 就是N P 自己看 這些要背 要溫輸 Stigma 的二次 就是Variance 就是Variance X 根據這兩個P NP 其實可以用這兩個P 去寫 NP 再乘Q 當然Q就是1-P 2-P 就是這個 當然 為何也未必會問你這兩個 寫下 這個公式就是死的 懂得用才是生的 所以在這裡 如果要得到Grade 8 Peter 那是什麼意思 根據By-Long-Milded Abortion 你可以這樣想 10條MC裡面 你要至少答案8條 所以就是10C8 10條裡面選8條 答對的機會是0.72 所以這裡就是0.72 它的8次 再乘回 答錯的機會是0.28 答對8條就答錯兩條 加上就是10條 又或者你可以怎樣 答對9條 即10條裡面 答對9條 就是10C9 再乘回答對的機會是0.72 因為你有9條 所以9次 再乘回 0.28 因為有一條答錯 9加1 就是10條 不是很夠位 寫在下面 再加 最後 你也可以答對10條 10條 答中了 你就拿Grade A 所以這裡就是0.72 整個的10次方 所以這堆東西其實沒有的 按機而已 所以我們一起按 如無意外 你給我 就是10 10 Shift C8 再乘以0.72 Hat 再乘以0.28 Hat 2 小心點按機 再加10 Shift C9 所以M1的同學 這份卷 其實其他其他東西 是考你按機 再乘以0.72 就是Hat 9 3 再乘以0.28 再加 就是0.72 Hat 10次方 3 好了 出來應該就是0.4 3 7 8 2 9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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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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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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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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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0.4378就是29035 這個抽到算數字 自己抹下它 等下方便自己計算 等下用到這個result的時候 你就可以拿回這個數去做 這樣就抽到它了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繼續 B part B part 我們在這裡做 B part 看看問什麼 叫你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Peter know how to do all the questions and get grade A 又要識做 又要know 又要and 又要get grade A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自己會這樣想 首先要想它會做 會做的probability 或者我先這樣寫 the required probability 首先要10條它都要識做 一條識做就是0.8 10條識做就是0.8的10次方 我自己會這樣想 和and 就是和 和什麼 我這個東西就比較大 裏面就是要and 和要拿 grade A 怎樣拿 grade A呢 拿 grade A就是 因為你會做 所以來到這裡 每一條都識做就是0.8 因為10條 所以就是0.8的10次 和你也相對應地要拿 grade A 即是每一條都識做 而有答對的機會是0.9 如果你要拿 grade A 即是答中8條以上 先想8條先 就是10條裡面 答中8條就是10條裡面選8條 之後答對的機會就是0.9 因為你會做 所以答對的機會是0.9 8條 當然 再乘以 答錯的機會就是0.1 你有兩條答錯的 就是這個 再加 我不是幾個位 不如我寫在這裡 再加 10條裡面選9條 答中9條也可以 那就是0.9的機會 是答對的 而你要答對9條 再乘以0.1 有一條答錯 再加 就是 你也可以是10條也答對的 10條也答對 就是0.9的機會 一條答對 但是你10條 所以就是10次 就是這個 OK 所以其實在這裡 我們按機 如無意外 我們按一按 小心點按 都是那句 就是M1考你按機 OK 所以在這裡 我們按一按它 首先我們會看到 就是 我可以拿過一點點 就 這裡 這裡按 OK 好 大家清楚了 就是 0.8的十次 等一下再按 按了後面那句 就是 10 shift c8 再乘以0.9 hat 8 生括弧 再乘以0.1 hat 2 生括弧 再加 10 shift c9 再乘以0.9 hat 9 生括弧 再乘以0.1 再加 0.9 hat 0.9 多 就是這部分 OK 還有前面 不要忘記 這個 再乘以0.8 hat 10 生括弧 出來應該就是 0.099 8 3 7 4 9 當然 我也說過 就是 我們要拿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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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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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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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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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即是很聰明 馬上做完 接著我亦有聰明另一個活動 叫Y 變成Evended 中文是同學自己搞定 因為你是M1的同學 即是有些能力才讀M1 Let Y 變成Evended 就是什麼呢 就是Peter的A 而事實上今次我們看一看 就是Required Probability 今次你所說的Proability 即所需的概率其實很明顯 就是根據他所說 就應該用我們這兩個XY去寫 就是叫做P 就是X Y 而事實上 你看真一點 就是P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做下去的情況下 我們逐一擊破 根據公式PX分Y 就等於PX and Y 再over 就會是PY 根據Chapter 8 就有公式 你要知道這些 好了 我們做一擊破看看它 首先 我們不如先看看下面的份母 什麼叫做PY PY的意思 就是Y的Event 就是Peter Get Gray A Peter Get Gray A 其實也挺熟面子 就好像在A part那裡計算過 看到嗎 Peter Get Gray A 就是A part 就是0.4378 我也說過 不要只用0.4378放下去 原汁原味整個放 就是0.4378 這個 4378 就是29035 整個放下去 行不行 好 接著之後 再來 上面什麼叫做PX and Y 就是又要X又要Y 就是什麼意思 Peter又要know how to do all the questions 又要知道怎樣做 所有 又要怎樣 又要get gray A 這麼熟面子 就是Peter know how to do all questions and get gray A 就是B part的答案 看到嗎 所以我們把B part的答案 這個原汁原味放下去 就會是0.099 83 74 99 當然 這裡告訴別人 由於就是 by A part B part 聰明的你 你也知道 所以最後答案 在這裡按機 如無意外 我們按一按它 就是 0.099 83 74 99 OK 再除這個 就是0.43 78 29 035 出來按答案 應該就是這個 就是0.2280 28 502 OK 而事實上 這裡 我們抄一抄它 應該就是拿四個Decimal places OK 就是0.2280 OK 回回人家 就是correct 2 4個Decimal places OK 那整件事搞定 當然 都方便你溫習 我也留下一個 詳細的答案 而事實上 最後答案 你也不用詳細的 因為你也不會再拿來計算 對不對 0.22802 8502 應該就會出了這個 OK 可以嗎 好 那就終於搞定 那就檢查一下 看看大家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問題 OK 好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今天到這裡了 OK 好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